马来西亚爆发第二波疫情 3月9号 槟城也出现第一宗 确诊新冠肺炎案例 防疫工作刻不容缓 此际马来西亚分会 也采取系列措施 职工居家办公 控制人流量 以较低风险 加紧把关洗身中心入口处 市场口罩短缺 为应付缺求量 职工职工借力实力 制作布口罩 布的口罩它密度够的话 基本上它已经是可以保护 80%以上的肥沫传染了 为了提高更好的安全 我们就去找布置布 来再多一层地 把它放在布口罩里面 布口罩的卫生和清洁 一定要很注意 所以每一天一定要清洗 暴晒在太阳底下 让它去消毒 马来西亚首相宣布 3月18号开始 全国进行行动管制后 由执行长团队带领 职工和志工组成防疫行动室 线上会议讨论最新动向 各社区环保站 在行动管制期间关闭 房市职工利用电话关怀照顾户 用电话联络方式是非常好的 因为第一不是我们会跟感恩户经济力接触 但是我们平常时都有在跟他们互动 所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 一封来自照顾户求助的简讯 房市职工立即出动 我们遇到Rootblock 警察问我们去哪里 我们就说我们 然后他就讲OK 我们给感恩户发放那些近视施量 因为感恩户比我们更需要我们的帮助 预防措施做够的话 在这非常的时刻 我们还是要让我们的感恩户感觉到那一份温暖以及安心 拜拜 阿弥陀佛 真的法外就法新知 行动管制期间志工连线上课 善用在家的时间 非常好 感恩我们有连线勾需 他可能在家也可以跟持继友连接 也可以诚实自己 人人坚守岗位 守好自己的本分 是对这波疫情最好的祝福 大爱新闻蔡迪跟李佳妍洋 韵美马来西亚采访报道